谢谢 大家好 我是毛布衣 今天很开心来到咱们这个专场 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护理专业 实习的时候也当过几个月的护士 为了这个行业的良好发展 不给医疗行业添麻烦 我转头就去当了歌手 可以说我国医疗行业的蒸蒸日上 离不开我的离开 作为一个医学生 我还是掌握了一些基本功 尤其是护士的三茶七对 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茶是操作前茶 操作中茶 操作后茶 七对是对床号 对姓名 对药名 对不起 剩下的有点记不清的 我当时学习的这个专业是被调剂的 我们专业一共就三个男生 后来还转走了一个 男护士确实很多时候会受到一些歧视 有一次我在商场跟人聊天 说到我是学护士的 对方说男生怎么能当护士呢 我说男生当护士怎么了 你不还给人做梅甲的吗 他说 那有本事你别做呀 其实我觉得职业是不分男女的 只要你愿意 男的也可以当保洁阿姨 女的也可以当看门大爷 男护士也是有优势的 就是相对来说力气会大一些 比如我在当那个实习护士的时候 最常干的事就是帮别人搬东西 还有一次我们科室的护士 给一个男生打针 给人打疼了 人家很生气 都是我来制服 安抚的 安抚 我当实习护士的时候 遇到过一些 总是不太相信我们的病人 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医院 说自己五天前吃河豚中毒了 我说河豚毒素很强 如果是中毒的话 一般四到六个小时就不行了 他说 那我岂不是医学的奇迹了 我说你相信我 你就是没中毒 他还是不信 我说你实在不信的话 你就去做一个全套检查 一共五千八 他说 那我肯定是没中毒 我当实习护士的时候 去过很多科室 印象比较深的叫做新生科 那个是心理障碍的病人 调养的地方 我有一项工作 就是每天带着他们跳舞琴戏 我跳得特别好 帮助了很多的病人 大家都知道 是华佗创的舞琴戏 所以病人康复之后 送给我一面锦旗 舞琴在世 因为当过护士 所以我现在对医务工作者 很有耐心 前段时间我去医院书页 护士给我扎针 我看到他的手法 感觉很亲切 对他说 你是被调剂的吧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说 我看你扎了三次 都没扎进去 还是我来吧 结果我也没有扎进去 你看 我也是被调剂的 虽然我现在不做护士 但是还是会保留着一些 无菌操作的习惯 比如我会很认真的 用漆步洗手法去洗手 洗完手之后 再用胳膊肘 关掉水龙头 来确表这个手是干净的 每次洗完 我都会感慨 现在 像我这么干净的人 不多了 我之前参加了那个 令人心动的offer 医学生纪 那一季的海报 是我写的 网友都说 我的字太好看了 很清晰 一点都不像是学医的 这也是我上学成绩 不太好的原因 是一卷字太清晰 卷面分全扣光了 作为一个学医的 在这里我想说 如果国家有需要的话 我随时可以站出来 需要我扎针 我就扎针 需要我唱歌 我就唱歌 需要我跳舞琴戏 我就跳舞琴戏 谢谢大家 我是唱跳型歌手 毛肥 谢谢大家